事故车辆是一辆苏地牌照的白色大众轿车 车头部分整个撞进了墙体 车身卡在墙里动弹不得 驾驶座和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 现场被停车场管理员用铁栏封锁 人从那里面爬出来了 这位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事故发生在晚上的10点钟左右 当时这辆大众轿车本来是要驶出停车场的 却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他到这里开的太快了 到这里拐弯来不及了 工作人员说开车的是一名男子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停车场里开的这么快 转弯的时候轿车转向不及 直接撞上了这面墙 工作人员表示幸亏墙后面是仓库 不是承重墙 如果是结实的承重墙 很可能会出现车毁原伤的事故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